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知识点 一个动词 词干 接上 二选一 是吧 它就变成了形容词 变形容词 意思呢 相当于可微 可微的 大致相当啊 英语里那个 able 是吧 英语里的able 那么要讲这个呢 我们就必须配合上一个相关的知识点 动词词干 加春 变得是抽象名词 变得是抽象名词啊 它的这个 就是一个名词 是吧 大致相当于英语里的这个 al 或者 深 是吧 然后我们举个例子啊 这个英语的这个类比啊 我们这个 现在听我视频的 看我视频的课的同学啊 人员组成非常的多样化 能懂这个英语的类比呢 就懂了 不懂呢 也没有关系 不影响任何事 我们来举个蛮语的例子 给你一个动词 叫做 不 因 比 告诉你这个动词 它的意思是爱 你爱我 我爱你 蜜血冰成甜蜜蜜 是吧 这个爱 那我们变一下 非常简单 第一步 你把mb去掉 第二步呢 不 一 实干倒数 第一个音接的原因是 呃 音性的 显然要接 出科 它变成形容词了 形容词是什么意思呢 可爱的 可爱的 哎呀 这个小朋友很可爱 这个可爱的 好吧 好了 那么我们同样 可以把这个 nb去掉 加个春 不耶春 它就变成了名词 名词这是啥意思呢 爱 爱情 男女之爱 没问题 是吧 那好了 回过头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 你摸出科 它的原型是啥玩意儿 就是你闷笔 你闷笔是啥意思 疼 感到疼 感到疼痛 那 你摸出科 如果硬怼的话 就叫做 可疼的 那 那这个汉语听起来 就有点怪 是吧 那我们对应的汉语的意思 叫做 厉害的 可怕的 严重的 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原文 它说 昨天夜里的雷 可怕呀 昨天夜里的雷 挺厉害呀 昨天夜里的雷 打得挺严重啊 好了 接着往下来 我们清个屏啊 然后往下看 说 这里要讲啥呢 我就不讲了 以后遇到再讲 这个词也可以展开讲 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展开了 就是接连不断地 它也是由动词变来的 接连不断地发生动作 是吧 然后这里变成了 它就变成了个 副动词 表示后边的动作是 接连不断地展开 然后 当然我们知道 这就是模拟词 就是打胶雷 的那种响动 哗啦啦 哗啦啦 对吧 哗啦啦 哗啦啦 满语叫 然后他要想进入句子 必须要搭配一个 森比的合理的形态 哗啦啦地 哗啦啦地 那这个地 是副动词 得把森比变成 把卡塔尔森比 变成卡塔尔森摩 才能修饰后边的动词 动词是谁呢 因为这句话没说完 所以用了 后边还有动词 在这一页 我们先看这个 显然这又是一个 我们叫同根词 同根词 是吧 打雷就是阿克森 阿克森比 这就是打雷 描述一个动作 说 打雷 阿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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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克森比 我说错了刚才 阿克森 阿克森比 就是打雷 那这个阿克森比 变成了阿克 森 丹比 这有啥不一样呢 再加了个 恩答 恩答 这个恩答 插在这里 意思是 这个打雷的动作 发生不止一次 频频打雷 一下接一下的打雷 这叫阿克森 阿克森 丹比 它和我们常见的阿克森 阿克森比相比 更多了一层动作 是发生一次以上 这层意思在里 那这里我们叫做 焦雷 轰鸣 接连 不断 这是我给出的汉语翻译 好了 我们接着往下来 来看第二页 再来一遍 安巴木鲁 阿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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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完哈 我们来 安巴木鲁 大的 摩呀 大概 安巴木鲁 大概 啊 然后这里 你画一个圈一 把安巴木鲁 画上 把德热 画上 圈二 这个呢 算不上一个固定搭配 因为这个德热本身就可以表示推测 并不需要安巴木鲁 听懂这个意思了吗 德热才是发挥这个表推测的语法作用的成分 这个安巴木鲁本身就是一个词汇 对吧 大概 好了 那表推测我们常见的是 安起 中间是推测的内容 后边 用德热或者 埃瑟 德热和埃瑟 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可以换用 是吧 好了 然后我们接着回到课文说 埃扎卡布 达里哈 达林比是雷击 在此处的意思啊 他除了雷击 还有别的意思 我们不管是吧 达里哈 就是雷击勒 击勒的东西 把什么击了 雷把什么击了 埃扎卡 注意 埃扎卡单拿出来 当然可以是疑问 说什么东西啊 埃扎卡 是吧 是埃扎卡 而且骂人话了 是吧 在此处这个埃扎卡的 埃 不是疑问 而是泛指 埃扎卡 什么东西 某个东西 某个东西 something 是吧 我不知道是啥 但是肯定有个东西 这就叫埃扎卡 那好了 把我们刚才讲这些 带进这句话 想来大概是雷击了 什么东西吧 好 我们往下 然后这个呃就说 一路 是啊 呃チマリ 呃チマリ 同学们注意是今早啊 这个呃 是呃 这的意思 チマリ 它是早晨的意思 但是 单拿出来 通常都是指明天 你注意我这个说法啊 チマリ 拿出来 它就是明天的意思 但实际 它的本意 应该是早晨 而 呃チマリ 就是今天早晨 但是这个词会联写成 呃チマリ 听懂啥意思了吧 哎 好了 然后 短机器 固定搭配 画上圈一 短机器 听说 巴拉巴拉 森比 森比 圈 短机器 巴拉巴拉 森比 意思是听说 固定的一个结构 是吧 听说的内容 在这俩词中间圈住 啊 那森比在哪呢 在下一页呢 是吧 在下一页呢 我们同学们注意 森比 在这里可以有各种变化 比如说 死贺 我听说了什么什么事 巴拉巴拉巴拉 死贺 听说了什么事 注意 圈一圈二 短机器 巴拉巴拉 森比 它是一个最基本的 最常见的形态 但不是说这个形态没有变化 比如说 短机器可以没有 那我问同学们 森比可不可以 没有 不可以 表听说这个功能 最重要的是后边这个森比 而不是前边这个 短机器 短机器是听 短机器 这个器是如果条件假设 是吧 如果听的话 某些人说了波浪线 但是你这样去说 这汉语是不通的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短机器 巴拉巴拉 森比 就是听说 好了 好了 这个森比还没出现 再下一页 中间都是听说的内容 我们先来读一下 这么长 这么长 实际上是一个 时间状语 再读一遍 再读一遍 阿克战 阿克战 达拉 圈四 四个拉形 拉形 是不是形容动词啊 对吧 哎 泛指一个动作 描述一个动作 做某事得 是吧 这四个拉都修饰 这个布尔金 布尔金 是时机 是个名词 加个得 在布尔金 在这个时机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叫知迹 在什么的时候呢 是下暴雨 在下暴雨之时 阿嘎拉 是普通的下雨 在下雨之时 这个我们讲一下啊 他是一个词根 他表示的是光 当然他不能单用 词根一般不单用 是吧 他天是闪电 跟光有关 是吧 他天 他 天 比 又是同根结构 是吧 他 天 闪电 他天比 闪电的这个发出的动作 他天 他天比是 打闪 普通话是要打闪吗 我都不知道是吧 越讲越不知道 普通话咋说了哈 他天 他天比是打闪 是泛指的 那这个 他 我把这个清一下啊 我也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 一 山 笔 我们讲了 他是这词根 是光亮 杀 你们已经知道了 这是什么呀 是动作频繁往复 不止一次 是吧 不止一次 那这玩意儿可能不能直接接 所以增加了一个一 是吧 他 山笔可能听起来 不是很舒适 说的时候比较咬嘴 然后在口头上就说成了塔利山笔 而满文和满语配合的又很好 你嘴上怎么说我实际笔上就怎么写 所以写成了塔利山笔 那塔利山笔是啥呢 频繁打闪 一个劲的打闪 一个接一个的打闪 听懂啥意思了吧 他天 他天笔是打闪 这个动作 他是一次还是几次 不知道 不重要 不是这个表达需要谈的 这个表达描述的就是打闪这个动作 而他天塔利山笔 是指散电一个接一个的打 好了 接着往下来 阿克战阿克战达拉 嗯打 是不是讲过了 第一页就讲了 是吧 啊 一个劲的打闪 一个劲的打雷 布尔金德 在这个时候 好了 我们清一下屏 要讲的都讲完了 然后我们再来一遍 互克战达拉 圈一 阿嘎拉拉 圈二 塔尔坚塔利沙拉 拉圈三 阿克战阿克战达拉 拉圈四 四个形容动词 都分别做定语 修饰这个布尔金 时候 德 在什么时候 昨天夜里 在一阵暴雨 一阵下雨 一阵接连闪电 一阵频繁打雷的时候 第四页 读一下 再来一遍 上来 先把森币画下来 全 他和谁搭配 和第二页 那个 顿机器搭配 中间全是 说话人 听说的 没有一个 是他亲眼所见的 是吧 好了 接着往下来 额的 这个一是工具格 以的意思 以道德 用道德 用道德 什么呢 额吞比是胜利 额特和是胜利 了 用道德取得了胜利 哈呵呵 是不是形容动词 做 勒 微 得呀 画个括号 定语 用道德取得了胜利的门 赌喀是大门 是吧 gate 英语那个gate 是吧 汉语叫大门 是吧 这个大 大不是指尺寸的大小 指的是那种 城门 城门 不是你家房门 那叫五车 是吧 房门叫五车 这种大门指的是院门 城门 好了 一得 那以道德取得了胜利的成门 叫得胜门 得胜门 一吐勒 吐勒我们讲过了 吐勒一定要注意 这个勒呀 是一个已经在满语中 这个被淘汰掉了的 表示 方位的格入词 是吧 他现在已经固化进这个词了 所以吐勒后边不能再加格入词了 他的意思是在什么之外 特别重要啊 对比 吐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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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勒是个名词 意思是外面 外面 那我们讲了吐勒是在什么之外 吐勒勒是名词外面 那你看 吐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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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等于吐勒呀 哎 这个要注意啊 吐勒勒 吐勒勒 吐勒 吐勒 吐勒勒 你们很熟表示方位的名词 是吧 他哭吐勒 在学校 是不是 包吐勒 在家 吐勒勒勒 吐勒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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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勒 吐勒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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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勒勒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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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发生什么事了呢 把一个旧的庙的山墙 把这个山墙怎么着呢 雷击了 调整一下 雷击了一座旧庙的山墙 但是你会发现说 老师你这嘴里说的庙 你这个PPT上写的是四 哎 那就说我说错了 说那个四和庙有啥差别啊 你知道四和庙有啥差别 你就知道 你要不知道 你也不需要知道 看 满语有一动词叫 竹克 特 嗯 比 我为了突出这个动词词干 我把它分开读了 竹克吞比是什么意思 祭祀的意思 竹克吞比是祭祀的意思 我们讲过动词词干 加上 看坑坤 不加看坑坤啊 加 干坑坤 憨恨恨恨 是构成对应的名词 这个名词通常是动作的结果 或动作所及物 那在此处 显然 竹克 特 是祭祀 加了个亨 这里表示的是场地 祭祀之所 叫 祀啊 那说这个庙呢 由竹克特亨 派生了一下 变成了 木克 特亨 是妙 啊 竹克特亨 木克特亨 竹克特亨在满语里就是四 木克特亨在满语里就是妙 啊 木克特亨是把竹克特亨的第一个辅音字母换成了M 为啥要换呢 因为这是为了对应汉语里妙的这个音 是吧 好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 说把一个旧的寺的山墙雷击了 雷击了一座旧寺的山墙 听说前面全是听说的啊 好 我们往下来 第五页 再来一遍 在那个山墙里 是吧 地点状语 不管 安齐出来了吧 把安齐画下来 圈一 不拉不拉不拉 得了 圈 安齐得了 是不是刚讲完呢 不要推测 你不知道是啥样 但你觉得就是那样 叫安齐 不拉不拉得得 你觉得咋的呢 哎 这里这个哎 依然不是疑问 而是泛指 某 这个哎是某的意思 某啥呢 阿娘回答哈 阿娘是年 过年 一年两年的年 回答必是时间长持久 阿娘回答哈 就是年头长了 这里定语从句 对吧 定语从句 年头长了的 长了的啥呢 一克斯尔痕 蝎子 赫尔莫痕 蜘蛛 年头长了的蝎子 蜘蛛 一折子 咋咋 原文没有折子 我给加上了 叫一尼 折子 N1 N1 以尼 之类的N2 叫做N1 之类的N2 或者以谁为代表的 以N1为代表的N2 啊 比如说 波 波 经 注意 波经的 经 是不是也NG结尾啊 所以他后边要用你 是吧 波经 你 接 鸡 和吞 找谁是N1 显然 波经是N1 对吧 谁是N2 和吞是N2 那 以N1为代表的N2 N1之类的N2 就是北京之类的城市 以北京为代表的城市 或者叫北京等市 那 回到课文 谁是N1啊 Exerhen是N1 Hermhen还是N1 蝎子之猪等物 蝎子之猪之类的东西 以蝎子之猪为代表的东西 什么样的 以蝎子之猪为代表的东西呢 啊 呀 鬼的哈 年头长了的 B 有 有 以蝎子之猪为代表的东西 有 年头长了的 以蝎子之猪为代表的东西 想来有什么年头长了的 以蝎子之猪为代表的东西吧 在哪有呢 Trefiashad 在山墙里 注意 这个Anchi 可以放到这个定义重军前 啊 可以说Anchi Trefiashad 没问题啊 他呢 把这个 定义重军 给扔到前头去了 可能是要承接一下上文 上文说雷击了山墙 然后他这个 山在那个山墙里 有话题的意味了 扔到前头去了啊 好了 然后我看我给的这个翻译说想来是有什么惊年的蝎子之猪之类的东西吧 惊年的就是年头长的 古人这个脑子不好使 他认为这个动物年头长了就变成妖精了 是不是 是吧 是吧 千年等一回是吧 这这后期应该来这配一个千年等一回的歌是吧 好了 最后一页 Akuchi Trefiashad Akchan Darir D I Gan H Akuchi Trefiashad B Akchan Darir D I Gan H 第一个知识点 Akuchi 讲过了 我们讲动词词 干 加 七 表示 如果 条件假设 副动词 如果做这个动作 而Akuchi 是一个没有形态变化的动词 但是事实上有 我们老说这个话 是吧 因为有Akumbi 但是Akumbi和Akuchi 语义上已经有分别了 所以我们当说 没有什么 或者是否定一个句子的时候 都用Akuchi 而不用Akumbi 是吧 这些你能理解得了 就理解 理解不了也无所谓 你就记最简单的Akuchi 他自己没变化 就行了 他就没有词干 没有词干 就不能加7 人家说了 这7必须要加这动词词干上 现在你又要 要把它加在Akuku上 Akuku又没有词干 咋办 我们找人来帮忙 谁能提供一个假的词干呢 就是O 那O是啥玩意呢 O就是Ombi 变来的 Ombi是个帮人家忙的动词 帮忙动词 帮助别人的动词 是吧 所以我们叫他 助动词 啥叫助动词 就是它是个动词 但是他经常帮别的词 就叫助动词 好了 正常我们应该说 Aku Ochi Aku Ochi 我们这个讲一下 这个Ku 第六原因 和这个O 第四原因 在满语中 他们俩 发音部位相同 只有开口度大小的差别 所以在语流中 Aku Ochi Aku Ochi 很容易就连在一起了 很容易就连在一起了 并且满语的原音的长短 又没有区分语意的功能 所以呢 在所谓的口语中 很容易就读成 Aku Ochi A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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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于是在文字上 就写成Aku C 听懂啥意思了吧 满文是我手写我口 你怎么说就怎么写 是吧 当然这个口不是今天的口 是吧 是乾隆朝这个规范之后的口 记得是满语的普通话 是吧 好了 大家要知道这个Aku C是怎么来的 这个很重要 哪怕你是普通学习者 不搞研究 你也必须要知道这个 不然很多东西 你都理解不了了 好了 那Aku C是啥意思呢 把前边都给否了 就是否则 如果不那样的话 否则 否则怎么着呢 他这些哈布阿克 战达里 的爱 卡 拿 的爱 卡 拿 画下来 这是我们这一页的一个重点 我清个屏 的爱 卡 拿 哈 是吧 我前一段写这个社科申请书啊 就特别痛苦 他老让我写重点是啥 难点是啥 是吧 我就区分不了这个重点和难点啊 但是在这一页上我能区分 的爱 卡 拿哈 他是个重点 但他不难 重点就是很重要 你必须会 难点呢 是那么不好学 是吧 哎呀 学半天也理解不了 是吧 好了 他是个重点 他不难 是吧 你就记住 动词的 注意啊 形容动词形式 加的 不是 我说错了 不是形容动词形式啊 是动名词形式 动词的动名词形式 加德 加 爱 嘎 南比 注意啊 我这里给出来的形式是嘎南比啊 好了 我的意思是这个嘎南比他可以有变化 是吧 我们很多地方不给他的变化 就说这个东西就永远是嘎南哈 那不是 只是决绝 决绝 决绝 大多数 他确实就是嘎南哈 是吧 好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格式我们知道了 对不对 啥意思呢 叫做 作威 干 什么呢 那是做是不做呀 你爱做不做 但是意思是你做着玩没用 听懂这意思了吧 好了 那我们捋一下啊 爱是什么的意思 啊南比是啥意思呢 是去取 爱 敢南比是去取什么 这是他的最基本的语意啊 动名词加德 可以是在这个动作 在这个动作发生的时候 如果你直接分析这个 巨型 是吧 意思应该是 作威这个动作的时候 去取什么呢 这玩意语意都不太通 是吧 他引申为作威干什么呢 那是干是不干 是人家认为你干这玩意没有用 是吧 好了 一般这种 这个说法呢 都发生在这个两个人谈话的时候 是吧 所以呢 而说的时候呢 它是一种对未来的假设 说你做这个事又干什么呢 有什么用呢 没用啊 所以这个时候一般用的都是嘎那哈 你看一百次有九十八次都是嘎那哈 是吧 好了 我解释清他这个来源了 然后我们说作威干什么呢 我们给他一个更好一点的翻译 叫做 何必 作威 何必作威 何必作威 可以吧 没问题啊 没问题 好了 那我们给大家个例句 是吧 给大家个例句 我们清一下评 写个句子 说 西 English 你何必学英语呢 你学英语干什么呢 那我们通过这个例句和我们这个课文又发现 这个V 动名词 是吧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拉形 都是拉形 好了 那可不可以不是拉形呢 当然可以 好 我们再给大家个例句 是吧 说 西 西 巴图 坦他 哈 得 哎 干那哈 哎 我愿意变成哈了 西是你 西克色是昨天 巴图是一个人 坦坦比是啥意思 打 欧打 坦他哈是打了 西克色把图不 坦他哈 昨儿个把巴图给打了 打没打 打了 谈话的时候打这个动作结束了 谁打的 你打的是吧 西西克色把图不坦他 得 哎 干那哈 你昨儿个打巴图干什么呢 你昨儿个何必打巴图呢 意思是该打吗 不该打 我觉得你不应该打 是吧 哎 好 那我们就看到了 只要是动名词形式 就可以 是吧 就可以啊 好了 呃 今天这个内容啊 不多 是吧 语法呢 大家自己回顾一下 做做笔记 然后我们第17条就讲到这里 还是最后 希望大家一定一键三连啊 一键三连是吧 这对我也挺重要的 鼓励我一下啊 一键三连 有币投币 呃 没币点赞转发 好 我们18条见 加亚差起格